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将来在一个承诺和一个誓言当中都被连接了起来呢 是婚礼 在人世间有什么样的一个时刻 可以最深刻地来表达两个人的结合 从而最直观地 生动地来表明 人在本质上不是个人主义的 个人的价值将透过他与其他人的联合 而呈现出来 而得以实现 是婚礼 那么在人世间又有什么样的时刻 可以最深刻地来表达上帝 和他所创造他所爱的人类 他的百姓之间的 那亲密 而永远的联合呢 是婚礼 这就是今天 如此神圣 而重要的一个时刻 这就是今天不但是你们来到了现场 我们相信主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我们相信天上的众天使 也仔细地查看 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些堕落的亚当的后裔 他们为什么 他们凭什么 得到上帝的青睐 他们为什么 他们凭什么 有神的儿子耶稣 为他们而死 他们之间的这一个被称为婚姻的这个 你知道天使是没有婚姻的对吧 天使会琢磨对吧 就这个被称为婚姻的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制度 这种关系 凭什么可以来表达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那一位君王 与他所创造的这些百姓之间的关系呢 今天这九队夫妇 有人当年根本没有举行过婚礼 因为他们认为 婚姻与上帝无关 婚姻甚至也与父母无关 与他人无关 也有的夫妻 之前曾经离婚 他们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早就断裂了 婚姻的承诺 从来不曾 具有一种力量 可以把他们的所有的日子 重新的联合起来 那他们当中也有的夫妻 不知吵过多少架 不知流过多少泪 你知道有很多成语呢 都是用来形容夫妇的 比如冒合神离 还有同床异梦 还有情色失调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的婚姻 与其说 是两个人的最深刻的联合 的证据 不如说呢 是两个人 一男一女 之间最深刻的远离 和分离的证据 像中国古人所说的 自远 自尽 东西 自亲自疏 夫妻 他们当中也有 很多的夫妻经历过许多的患难 有人曾经罹患绝症 也经历过许多的罪恶 有人婚前同居 有人婚后堕胎 甚至有人吸过毒 甚至有人赌博 有人破产 所以这酒队的夫妻 在你们的面前 不是来见证 他们的完美 今天是他们 盼望已久的日子 也是这一天教会 盼望已久的日子 我们也欢迎各位 来观礼的朋友 应该有他们的亲人朋友 有基督徒 也有 不是基督徒 可能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是第一次进入教会的 今天下午 有吗 举一下手 有吗 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让我 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他们当中有些人 之所以想举行这个婚礼 主要就是想把你们叫来 所以今天呢 很希望对你们说 对你们 盼望对你们每一个人 今天也是一个奇妙的 珍贵的 一个 一个特别的日子 今天我们没有给大家 预备酒啊 因为在圣经的雅各里面说 你的爱情 比酒更美 雅各里面描绘的是 君王的婚礼 王的婚宴 诗人说 我们要因一位王 而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他的爱情 甚是称赞美酒 那让我说 今天的婚姻更新礼拜 其实是关于这位王的 这九队夫妇 大部分当年也举行过婚礼 父母亲朋都有来过的 但是那一位王 当年不在场 他们得婚礼上曾经缺了一位 他们所认识的 为他们流出宝血的一位救主 不但是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 而且是他们婚姻的救主 当年的婚礼上 只有人的爱情 没有神的爱情 只有人的承诺 但是没有那一位王的 应许 只有他们人 为维持这个婚姻 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却没有 耶稣神的独生子 祂的十字架 因为那才是神 为他们的婚姻 所付出的爱的代价 所以今天这个婚礼 是要来纪念 上帝在这九对夫妻 生命当中的爱的代价 今天也是我个人 非常盼望的日子 这九对夫妻 从结婚四年到三十七年 当然有两对夫妻是曾经离婚 今日是复婚的婚礼 有一对是离婚了二十四年 在主里面再次地走向复合 我的婚礼是二十年 今天对我来讲也很特别 因为今天是我和我的妻子 蒋荣姊妹结婚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所以今天为你们九对夫妇证婚 是上帝给我们这一家的 特别的祝福和礼物 我曾经说你们看到我们的小册子 那上面有这九对夫妻的婚姻的见证 那我在那里面讲呢 说婚姻的定义呢 我就用三句话 第一 你妈就是我妈 第二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第三呢 你的神 就是我的神 却一个婚姻就不完整 也不安全 基督徒的婚姻更新礼拜 它的重心是落向 这第三句话 因为你的神 就是我的神 这就是婚姻更新礼的意思 各位 曾经我们貌合神礼 我们每一对的夫妻 也都有过同场异梦 因为我的神 不是你的神 我是右派 他是左派 我崇尚科学 他推崇文化 我认为人活着最重要 身体健康 平安是福 他认为人活着最重要的 敢于冒险 实现自我 那我把父母看得最重要 他把儿女看得最重要 我安土种籤 父母在不远游 对吧 他自在天下 他有国有民 我追求自由民主 他追求小康生活 我认为 爱情是最重要的 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 他却认为兄弟如 手足朋友 什么 妻子如衣服 对吧 我有我的理想 他有他的报复 所以多少年来 他妈不是我妈 我的钱也不是他的钱 但是归根到底 所有的婚姻当中的 这些问题的根本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神 不是他的神 他所敬拜的主 也不是我的主 所以我们的婚姻 只是在某一些的层面上 实现了联合 但是却没有 从来没有 在最深刻的层面上 在灵魂的层面 在信仰的层面 在关乎永恒的层面上 在关乎生命本身的 真正的意义的层面上 实现联合 各位 有许多人的婚姻 从来没有在这些层面上 实现过联合 这就是这九队 基督徒的夫妻 他们要来到 上帝和众人的面前 举行这个婚姻的根性领 因为他们要宣告 这一个联合 他们要宣告 他们从来在之前 不认识神的时候 没有的那个联合 今日在主的里面联合了 所以根据这一段的经文 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 以西结书的37章 其实到36章的时候 已经进入到一个绝境 是以色列的绝境 是以色列与他所敬拜的 那一位上帝之间的 关系的绝境 是以色列在他周边的 这一个加兰的各族 当中夹缝当中求生存 又要持守自己的信仰 实在是已经 走不下去了的一个绝境 所以以色列人 其实也背叛了他们的神 当他们背叛了 他们的神的时候 你就会在他们当中 看见丈夫背叛妻子 你就会在他们当中 看见妻子背叛丈夫 你就会在他们当中 看见儿女背叛父母 父母背叛儿女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上帝的百姓的绝境当中 上帝的百姓 与上帝的关系 似乎快要破裂了 如果你读到以色结书的36章 你应该可以下一个结论 就是耶和华和他的百姓 感情却已破裂 这个是我们通常 离婚判决用的词 对吧 但是到37章的时候 神却 我们刚才读到的 这一节的经文 我分享三点 第一 上帝与远离他的儿女 重立新约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说我要怎么样 我要与你们怎么样 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是一个永远的约 各位你注意啊 神不是对着以色列之外的人 在说这句话 神也不是对着以色列人 第一次说这个话 神从他们的先祖 亚伯拉罕开始 就与他们立约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 乃是与他已经与之立约 但是却背叛了他 远离了他的百姓 再一次地说 我要建立我与你的约 我要重新与你立约 我要让这一个 被你所破坏的约 重新地被擦亮 重新地被坚固 重新地被立在你我中间 我必坚立他们 所以今日也是一样 神乃是要在 这一九队的夫妻当中 他们不是新婚 他们已经有 或长或短的婚姻 但是神要对着他们说 我要与你 重立 坚立 再立 这约 所以这意味着 婚姻更新你的意思 那是同一个婚姻的盟约 但是因着神的救赎 因着神对那背叛他 远离他自人的怜悯 而使他们的这个盟约的关系 从旧约进入新约 在一个意义上 是同一个的约 是一个延续 并不是一个断裂 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弃绝 但是在那一个的意义上 从今天开始 各位 这九队的夫妻 你们的婚姻 在神的里面 好是一个新的约 你们之间的关系来 包括你们今天 你看到他们穿着 礼服和婚纱 对吧 你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今天 我们可以这样说 你们不是新郎和新娘 但是你们圣是新郎和新娘 阿们 三十七章一开始 用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 充满上帝拯救大人的神迹 来表达这一个 与他百姓的重新建立的约 那就是海谷复苏 耶稣基督看到一个异象 他看到那一个山谷当中 就是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都是山谷当中的 一片海谷 各位有的时候 你去看自己的婚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是海谷啊 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照镜子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里面有海谷啊 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有海谷啊 有的时候说 我早就把你看穿了 你的意思就是看到海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常地 在自己和对方的这个 过犯彼此的伤害当中 就是看到海谷啊 意思就是看到的是死人 看到的是已经死去的灵魂 看见的是起初的那一个爱心 那一个跳动的曾经的爱情 已经死了 已经没有温度了 已经被埋藏在眼内 埋藏在麻木 埋藏在冷漠 埋藏在过去的 或者现在的得过且过当中了 那以色列却看到 他说主啊 这些海谷 能够复苏吗 谷上能够长出筋 尽量能够长出肉来吗 其实是神这样子问他 神故意这样问他 神这样子来问 成长存 海谷上能长肉吗 阮鱼飞 海谷上能长肉吗 就问这九对夫妻 问这九个这个丈夫 十个丈夫就说 主啊你知道 你若愿意 就可以对吧 所以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就是他愿意 福音是他真的愿意 所以细节就看到 那海谷 满山变业的海谷 在这间教会也有满山变 不是 变堂的 整个会堂当中的海谷 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当中 也有满山变野的 各层各乡里面满是海谷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 也是一样的 走在大街上 你看见海谷了吗 去民政局的时候 看见海谷了吗 在公司里面 在地铁一号线上 你看见那个堆得 那么几几的海谷了吗 所以这是一个 海谷复生的神迹 那么第二一点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上帝将已经分离的儿女 再次联合 神又给了 也细节第二个异象 他拿了一个帐 木帐 然后断成了两半 对以细节说 这边呢是 是犹大 和跟他在一起的 一部分的以色列人 这边呢 这个是以法连 和跟他在一起的 一部分以色列人 现在以色列呢 像一根杖 啪 已经断成了呢 南国和北国 对吧 然后神对以细节说 我要将这杖 重新的连起来 我要使那断裂的 重新的连起来 因为我要与他们 立平安的约 我要使他们 人数增长 我要在他们当中 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所以神要与他们 重立这一个约 来是将那已经分离的 再一次的联合 断木可以重新的 结起来的神迹 以细节看到这个神迹 是赐给以色列人的 今天每一个破碎的家庭 盼望能够在主耶稣 基督的福音当中 看到这一个的神迹 每一段破裂的关系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他的福音当中 看到这一个 被连接起来的神迹 盟约都是指到联合 凡是立约 都是合在一起的意思 叫做立约 对吧 但是在旧约当中 在希伯来的传统 或希伯来的文字当中 这个约 它原本的一个意思呢 是指向分开 其实你看中国古代的盟约 都是这样 如果你要把谁和谁连起来 如果你要把什么东西 跟另外一个东西连起来 那就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东西 因此而分开 所以你看中国古代的盟约 你们俩要联合起来 或者两件事情 甲方跟乙方要连接起来 那什么东西要分开呢 至少一只鸡要分开 至少一头牛要伸手益处 至少一个猪头要被砍下来 没有祭祀 没有牺牲 没有流血 没有生命 因此而被分开 就不可能有 那分开的却要联合 说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盟约之爱的意思 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的意思 他要将分开的两个连在一起 那就要将本来连在一起的分开 谁为你们承担了那一个 分开的代价呢 那就是听到上帝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呼喊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主耶稣基督所承受的 整个宇宙这个世界生命的本源 就是上帝他自己从永远到永远的联合 这个联合承受了分离 这个联合承受了破裂 所以这一个为你们而承受的破裂和分开 就能够使你们分开的走向联合 就能够使你们破裂地走向联合 就能够使你们在婚姻当中 从来就没有联合的那些部分 从来就没有联合的那些层次 从来就没有联合的灵魂的最深处 能够走向联合 第三一点呢 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上帝说他要亲自住在 他与他百姓所立的约当中 他说我要在他们当中设立圣所 我要永远与他们同在 婚姻更新礼的意思 就是让上帝进入你们的家 这九队的夫妻 你们说让神进入我的家 成为我家之主 阿们 让神进入你们的家 因为他有居所 他有圣所 因为他如今被称为 以马类利的神 他进入你们的家 好叫你们说 至于我和我家 必定是奉耶和华 所以这第三一点意味着说 什么是基督徒的婚姻的更新礼拜 就是因着他住在我们的当中 因着他为我们的联合 承受了分离 使我们之前的 世俗意义上的婚姻 今天要成为属灵的婚姻 阿们 今天我们的婚姻要成为上帝 与他的百姓的王的婚姻 在这个地上的见证和表达 阿们 刚才我说今天是我结婚二十周年 所以我也拥有 这个较为丰富的婚姻中的经历 你当然可以称之为 这是我们彼此相爱二十周年纪念日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这是我们彼此伤害二十周年纪念日 我的妻子是在二十年来 我得罪她得罪最深的那个人 谁最爱我们 我们就最伤害谁 这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本性 是吗 阿们 所以结婚二十年 就意味着长达二十年 七千三百天 我没有一天 没有令她难过 惹她生气过 保持我的圣洁和荣美 达到二十四个小时 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最多就是撑八个小时 所以我连续二十年 当选为最让蒋荣伤心的人 所以各位 如果我没有在婚姻当中悔改 看见自己 是一个对最亲近之人 都缺乏爱的人 如果我没有信靠一位 为此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 得到他的饶恕 得到他的赦免 那么我的婚姻即使继续地存在 我没有离婚 我也不会离婚 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都成功地保持着 世上最让蒋荣伤心之人的桂冠 那又如何呢 那与我的生命 当死亡将我们分开的时候 这曾经走过的几十年 又有何益处呢 又能够留下什么呢 其实我的婚姻继续地存在 我没有在身体上背叛我的妻子 但我却在内心深处千百次地远离过她 我又如何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忠心的忠诚的丈夫呢 当死亡将我分开的时候 我可以拿什么来作为我的观念呢 我的婚姻 能够最深刻地表达两个人的结合 最直观地 生动地来表明 个人的价值 乃是在他与另外一个人的联合当中 得以实现吗 很多的时候我们问自己 各位 不能 在这方面 我们都是一群大大小小 程度不一的 失败者 是吗 我的婚姻最多只能够见证一种最不坏的 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的纠缠 请注意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受到的咒诅 并不是你们必定要分开 而是你 你的丈夫要挟制你一辈子 还有你 你的妻子将纠缠你一生 各位 人类堕落以后 婚姻也堕落了 但是令人讽刺的是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那里 离婚并不是最可怕的咒诅 在上帝的恩典之外 生活一辈子 才是真正的咒诅 为什么人们会离婚 就是人们想摆脱这个咒诅 所有离婚的人 都看见了这一件事 那就是继续生活在一起 是一个咒诅 在某一个意义上我会说 他们这个看法其实是对的 他们真实地看见了这一件事 如果不在上帝的救赎之爱当中 最悲惨的命运不是离婚 而是纠缠一辈子 那就是起初神对亚当夏娃的咒诅 他要恋慕你一生 他要挟制你一生 他要纠缠你一生 但是人呢 想了一个出路 叫做离婚 而神却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出路 那就是悔改 信耶稣 阿们 那就是在神的里面 重新地看到 以希节所看到的 那两幅的画面 海谷复苏 站起来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 以及那断了的墓葬 重新地被连结 以及神说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 我有圣锁在他们的当中 与他们直到永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也只有这两条出路 今天在中国 婚姻不但是因着我们个人的罪行 也因着这个社会 对我们的试探跟诱惑 你只有这两条的出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提福音的朋友 要么用你自己的办法 解决你婚姻当中的咒诅 那就是离婚 但是这一个离婚 却让你进入上帝更深的咒诅 你没有办法摆脱 这一个咒诅的循环 那么第二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分几步 第一步呢 参加婚姻更新你 今天下午你们已经来了 第二步 向这一位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悔改 承认自己的失败 不要把失败 推给另外那个人 不要把失败 推给你伤害最深的那个人 不要把失败 推给你认为 他伤害你最深的那个人 在神的面前 悔改 承认我的失败 承认我的无能 承认我没有爱 我们求主向我们的生命 显出一个的神迹来 如果我们现在就在婚姻当中挣扎 求主显给我们一个神迹 就是让这个婚姻 在他的里面重生 阿美 有一天可以来到教会 来到上帝和众人的面前 像这九队夫妻一样 有婚姻更新的礼拜 如果你的婚姻已经 失败已经的破裂 求主给你显一个的神迹 若是可行 有复合的神迹在你们的当中 今天在我们当中 就有两对夫妻 是这样向你们来见证 即或不然 求主仍然在我的生命当中 显出一个的神迹 就是他要安慰了伤心的人 他要赦免了犯罪的人 他无论如何都要告诉我们 我们迄今为止 生命和婚姻当中 一切的失败都不是一个句号 都不是一个结局 而是在他的里面 有永远的盼望 在他的里面有爱的盼望 阿们 无论将来我是独生 无论将来我会再一次的进入婚姻 我看到的是 耶稣基督的救赎之爱 阿们 我仍然可以为那些进入婚姻的人祝福 我仍然可以为那些 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年轻人 主要为他们来祝福 我甚至也可以为我自己祝福 阿们 这就是今天的九对夫妻 站在你们面前的原因 也相信神借着这九对夫妻 今天要祝福我们当中 你们各有不同的处境 或在婚姻中 或不在婚姻中 或有人离异 有人单身 有人上偶 有人经历过婚姻中的伤害 有人经历过自己在婚姻当中的犯罪 有人失去了盼望 有人正在挣扎 寻找着一条的出路 盼望神借着这九对的夫妻 他们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 要来说出来的誓言 神在他们当中所建立的这一个婚姻 在他们的当中 愿你们看到神迹 阿们 在他们的当中 愿你们看到那一位神是真实的 愿你们在他们的身上 看到那一位 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 就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我们的当中